农业历来是美国经济的一大优势产业,美国的农庄往往呈现规模化和世代化特征,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,利用美元的货币地位和汇率差优势。 美国农民用各种农产品,轻松在全球赚取源源不断财富。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多间,美国农业经济的优势渐渐失色,美国农民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产潮。 根本原因在于许多美国农产品出现了大量滞销。 如同一美国歌谣,老麦克唐纳破产了倡道。 老麦克唐纳有个农场然而,最近情况却变了。 老麦克唐纳破产了。 现在事情或正在蔓延。 我们查询美国农业部,在3月4日释出的最新行业报告资料显示, 美国农业债务,在过去五年中增长迅速。 自2013年以来,增长了30至4090亿美元。 美国农业部长Sane的证词中说, 这比去年的3850亿美元有所上升。 在下一次美国经济衰退中, 预计土地价值将下降。 这可能会引发农民的去杠杆化时期, 与1980年代的农业危机相提并论。 对此, 华尔街日报, 近日报道称, 即使未来美国的农产品大量恢复出口, 也可能不足以使数百家美国农场碾鱼破产。 根据对美国联邦最新的行业资料的分析, 2018年, 全美申请破产的美国农民数量, 已飙升到10年来最高纪录的水平。 其中, 伊利诺伊州、 印第安纳州、 和威斯康星州。 在2018年, 破产人数是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前的两倍。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, 和Zero Hedge, 而北达科他州和阿肯瑟州的破产案, 激增了96%, 由于债务水平较高。 预计农场的破产趋势, 将进入到2020年后。 这也是在我们此前提及美国农场上演破产潮后。 该趋势的进一步扩大。 要知道, 早在至2018年6月的12个月里, 美国中西部地区, 共有84个农场张, 申请破产。 这一数字超过了金融危机之后所创下的最高纪录。 以美国的奶能为例, 位于美国奶制品大洲威斯康辛州中西部的一个奶牛厂, 由萨拉一家三代人苦心经营数年。 这家奶牛厂前景堪忧, 甚至可能存在关门的风险。 萨拉说, 我们就是正在努力求生。 如果往后还是一点希望也看不到, 我想这里可能就不会有奶牛挤奶了。 事实上, 美国奶农的现状, 仅仅是美国农民, 在过去一年间, 损失高昂的冰山一角。 同时, 包括水果、 豆骨、 粮食、 海产品、 生猪等等一系列农产品的生产者, 都忧心忡忡, 担心随时有可能面临破产的境遇。 与此同时, 据华尔街日报称, 各大肉制品公司的冷库, 也早已经堆积如山。 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。 而像猪蹄、 猪内藏、 鸡脚等一系列美国人并不爱吃的农产品, 也正面临滞销, 无处安放, 泛滥成灾的景象。 这些都表明, 美国农业经济格局, 可能面临空前改变。 分析指出, 美国联邦在数月前提出的农业补贴, 可能对美国农民带来帮助。 但现实的却是, 美国联邦此前承诺提供的120亿美元补贴计划。 截至1月, 补贴金只发放了8.4亿美元, 对此, 堪萨斯州农场主皮埃尔告诉,